我跳 小雪 你怎么在天花板上倒立 小白你说什么明明是你在倒立 怎么可能 如果是我在倒立 我怎么掉不下去呢 可我也没有掉下去啊 那到底是谁在倒立 这究竟说怎么回事 已经十点了 我们先睡觉吧 明天再想办法 看来只能这样了 冰淇淋真好吃 小雪 把冰箱还给我 不还 这是我家的冰箱 你胡说 肯定是你趁我睡着的时候偷偷拿走的 我没有 你看 这上面还有许花标志呢 这上面有一个贝壳 明明是我家的冰箱 不对 是我家的 是我家的 小雪 你在和谁吵架 妈妈 小贝说这是她家的冰箱 什么小贝 好了 别生气了 这个气球给你 你自己去玩吧 奇怪 妈妈怎么不认识小贝了 我抢 气球是我的了 小贝 把气球还给我 好 我就不给 小贝 你太过分了 我以后再不理你了 小贝 你这次烤了多少分 把时间拿出来让我看看 千万不能让妈妈知道我烤得很差 我的时间丢了 什么 时间怎么会丢呢 明明阿姨 小贝的时间在这 小雪 你干嘛 我好不容易才把时间藏在金花板上 好啊 原来是被你藏起来了 小姑娘 谢谢你 我倒要看看 看得怎么样 妈妈别看 什么 竟然是零分 小贝 你下个月的零花钱没有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小雪 都怪你 我没错 就是因为你不好好学习 才会考杂的 我不管 反正都是你的错 我们结交 哼 结交就结交 反正我们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上 根本不能在一起玩 你们怎么吵架了 小雪 你怎么在天花板上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小精灵 你能帮帮我吗 没问题 金灵人之力 太好了 我终于下来了 小精灵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还是用回忆之镜看看吧 回忆之镜 开 小贝 你真是个好孩子 要是小雪有你一半机灵就好了 小雪 你竟然又考了一百分 真是比小贝强太多了 都是因为你 现在妈妈都不习惯我了 我讨厌你 我也讨厌你 我要生活在没有你的同化王国 原来是这样 那 这样我来满足你们的愿望吧 原来是许元猩猩干的 可是 我们当时说的是气话呀 就是 她怎么能当真呢 现在 你们知道错了吗 我们知错了 以后再也不吵架了 这还差不多 小朋友们 你们和朋友闹别扭的时候 可不要像他们这样吵架哦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怪兽小学混进了一个人类小孩 我要把他抓起来 快说 你们谁不是怪兽 是人类 老师我们都是怪兽 小贝 你长得一点也不像怪兽 我看 你就是人类小孩 老师 我绝对是怪兽 因为 我会怪兽嚎叫 你听到 嗯 不错 你会怪兽嚎叫 看来 你就是怪兽 那人类就是大宝了 老师 别怀疑我 我是如假帮换的怪兽 你长得和人类一样 怎么证明你是怪兽 有 我有怪兽尾巴在我后面 你们看 嗯 有怪兽尾巴 大宝也是真的怪兽 那就是熊妹了 啊 老师 我也不是人类是怪兽 哪里像怪兽了 我有怪兽翅膀 熊妹 你的翅膀在哪里呢 我都看不见 翅膀就在我身后 因为我年纪太小了 翅膀还没有长大 所以只有我转身你们才能看见 那你快转身啊 我转 真的有你熊小吃 熊妹也不是人类是怪兽 看来我们这里暂时没有人类小孩 报告老师 今天小雪已经没有来上课 对 小雪呢 小雪去哪里了 小雪不会是人类小孩吧 我给小雪家打电话 喂我是眼镜老师 小雪 你怎么没来上课啊 老师 今天我要请假 为什么要请假 快点来上课 我要看看你是不是人类小孩 老师 我可不是人类小孩 是不是 要我亲自看到才行 你快来学校吧 好的老师 我马上来 老师我来了 我是怪兽 你说你是怪兽 那你会怪兽嚎叫吗 我 我不会 那你有怪兽尾巴 或者怪兽翅膀吗 我 我也没有 那小雪肯定就是混进来的人类小孩了 老师 快抓住小雪 小雪 看来你就是人类了 老师要抓你了 等等等等 老师 我可以证明我是怪兽 我会怪兽变身 是真的吗 那你快变吧 可我现在变不了 那就是假的 老师 小雪是骗人的 他不会变身 不是怪兽 你快抓他 等一下我可以 但我需要天黑下来才能变身 好 我可以让天黑下来 我倒要看看 你有没有骗我 怪兽之力 太好了我可以变身了 变 可以了老师 还真变身了 老师 小雪已经说的是真的 他真是怪兽 是老师误会你们了 孩子们 饿了吧 给你们怪兽料理吃 这是什么啊 好恶心啊 小雪你说什么呢 这是我们怪兽都喜欢吃的 这么像在怪兽那里 你怎么能说恶心呢 就是 每个怪兽都喜欢怪兽料理 只有人类才会觉得 我们怪兽料理恶心 小雪 你老实交代 你是怪兽还是人类 我说 我就是人类小孩 这些都是假的 老师 快抓住他 我也好惨我 我是不小心他进入怪兽王国的 我的家的童话王国 我想回家 别害怕小雪 我就是要送你回家的 缠锁门 出来 可以回家了 门怎么打不开啊 这个门 需要小朋友发送一一一 才能打开 小朋友们 快发送一一一吧 你们的作业都去哪里了 我们是武装的 那你们说 大宝你先来 老师 其实我写了作业 那你的作业呢 早上 我拿着我的作业走在路上 这不突然出现一个外星人 哪要做我的作业做研究 没办法 我只能给他吧 你当老师是三岁孩子嘛 这种理由 我能相信吗 老师 我就知道你不相信我 我找了外星人来做照 我们来给大宝做照 他的作业是我们拿走的 原来你最好相信我们说的话 什么 怎么在这种外星人 干嘛老师 我没有骗你 好吧 那小贝 你要是怎么回事 老师 其实我也写了作业 那你的作业呢 事情是这样的 昨天 我拿着作业在路上走 旁边西娜的房间突然着火 为了救火 我立马就把作业扔进去 想要扑灭火焰 那你扑灭火了吗 没有 小贝 你觉得我相信你说的话吗 老师 我就知道你不行 西娜 快来帮我撤 眼睛老师 那天我在做实验 不小心把房子烧了 虽然小贝的作业 让火烧得更大 把房子烧没了 但是这个作业就是我的帮我才没了的 好吧 我没说错吧 找火了你不跑还想灭火 我们大人就那么没用吗 要你一个孩子去灭火 不是 给我反省去 知道了老师 熊妹 你也有理由 有众人吗 被你猜到了 老师 今天是这样的 今天我在公园给花花浇水 然后再烦出一只河 把我的作业损损了 难道你把狗带过来了 嗯嗯就是他 他又不会说话 我怎么知道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老师他真的会说话 就是我撕了熊妹的作业 简直太离谱了 小雪你呢 我我没有写完作业 总算有个靠谱的 小雪那你就先一百遍作业吧 不老师我也是有苦衷的 什么苦衷 昨晚下雨的 我妈妈搬上了 但是爸爸不在家 没办法 我只能自己送搬上个妈妈 一步一步的走向音乐 停 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这不是你们写作文说的吗 下雨 生病去医院 我说的是真的 雨能为我证明 早就不下雨了 你上哪找雨证明 我早有准备 用水说的倒是真的 啊 雨宝宝被晒干了 好吧 别难过小雪 雨水宝宝还会再回来的 那好吧 进化成功 小朋友们 不叫做雨是不好的行为哦 大家可千万不要模仿 我们下次再见 嗯 啊 世界上没有数字了 哈哈哈哈 太好了 世界上没有数字 这一下 我就再也不用担心考零分 回家挨揍了 下面开始发誓卷 大宝 特别差 什么 熊妹小辈 差 小雪 优秀 太好了 完了 这和不及格有什么区别 回家还是要挨揍 我们也去 大宝熊妹小雪 你们怎么回事 怎么还集体迟到 老师 冤枉啊 事情是这样的 哎呀糟糕了 没有数字就是没有闹钟了 也没有时间了 真像 我明天早上可怎么起床啊 不用担心大宝 我有办法 啊 什么办法 你看 这是什么 是公鸡 对 只要明天公鸡一打鸣 我就叫你起床 太好了 妈妈 你真是太聪明了 妈妈怎么还没叫我起床 完了 那要怎么都升起来的这么高了 哎呀大宝 你要迟到了 公鸡昨晚上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我说为什么一直没动静 老师 就是这样 我不是故意的 是我家打鸣的公鸡不见了 那好吧 熊妹 你是怎么回事 哇 哇 嘻嘻 我可以看一块电视的鸡上鞋 哎呀 有点饿了 我还没吃早饭呢 我要去吃点东西的鸡上鞋 吃饱了 等着还早的呢 我还是休息一会再去学校吧 糟了 我要迟到了 老师 九十点呀 因为没有中边 不知道是几点了 所以就迟到了 没有数字一点都不好 我可悔了 熊妹 迟到就要接受惩罚 你和大宝 一起打扫一个星期的教室卫生 知道了老师 知道了老师 你怎么不说话了 我 老师 小雪是因为我才知道的 什么 黑暗可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 好像还早着呢 算了 我还是先去学校看看书吧 我的脚好疼啊 黑暗可可 你怎么了 小雪 我的脚受伤了 好疼啊 我带你去医院吧 谢谢你小雪 黑暗可可 你的脚我已经帮你包扎过了 不过 你这会儿还不能离开 需要再观察两个小时 我到医生 小雪 要不你先走吧 我自己在这儿也可以 你自己在这里太危险了 我陪着你吧 可是 你小雪知道怎么办 没关系的 就是这样 小雪是因为帮助了我 把我送到医院里 所以才会知道的 原来是这样 可是 世界上没有数字 真的好麻烦啊 对啊 还是有数字好 我也这么觉得 小朋友们 你们喜不希望 世界上没有数字呢 快在评论区里 告诉我吧 什么东西会发光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老师 星星会发光 回答正确 可以紧 太高了 老师你看 会发光的萤火虫 你也答对了 不过下课记得把它们放了 知道了 老师 我带的手电筒 哈哈 竟然带手电筒 小雪 你是不是没认真准备啊 大宝 你还说小雪呢 你怎么什么都没拿 我拿的东西在教室呢 你们进去就知道了 是吗 那我们进去吧 我倒要看看 你拿了什么厉害的东西 大宝 你拿的东西呢 谁把灯关了 哦 没人关到 这就是我带来的会发光的东西 大宝 你竟然把教室的灯 换成声控灯了 很酷吧 而且这样还能省电 怎么样 我很聪明吧 哈 还是这样 咱们上课呀 还是吹下来吧 这我可不会 算了 我们还是先上课吧 等下课再说 大家一起读 无情夜思 长学明月光 嗯 大家接着读 一树地上双 嗯 继续 起头望明月 嗯 啊 灯怎么不亮呢 老师 肯定是你的声音不够大 我们一起来 咱们还是不亮啊 看来是灯坏了 我去找人来修 你们先想办法自习吧 呀 蛋糕了 终于可以玩了 大宝 你怎么总想着玩呢 可是现在什么都看不见 你让我怎么学 对了 老师不是让我们 带灰发光的东西吗 我们可以用它们照明啊 如果我带的是哲主的星星 不能照明 小贝迪姐 没关系 我的萤火虫可以照明 我们一起用吧 行吧 谢谢你 嗯 可是萤火虫的光线太暗了 我还是看不见 哈 这可怎么办 哈 幸好我带来小电筒 我们一起照明吧 太搞了 小雪 小雪 让我也照照明吧 不行 就是因为你暗的深空洞 大家才看不见的 小雪 别让它照明 小贝迪姐说的对 小朋友们 你们说到底应不应该让大宝照明啊 不应该的 反送啊啊啊 如果对的不应该的 就反送啊啊啊 没有了灯光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小朋友们 快反送啊啊啊啊 帮帮我吧 小贝熊妹 你看大家都在反送啊啊啊 而且 大宝也是我们的朋友 就让他和我们一起照明吧 那好吧 让你大搞了 我们继续看书吧 晚安 大搞了 终于能看见了 爸爸 你真厉害 燕镜老师 我已经把灯换回来了 你们接着上课吧 小贝巴 谢谢你 不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同学们 我们继续学习静夜思 怎么这么快就下课了 那我们下节课 再接着学吧 老师对不起 我不应该把教授的灯换成声控灯 都是我的错 你也是为了完成作业 我原谅你了 但是以后可别这么做了 嗯 我知道了 小朋友们 你们还知道哪些会发光的东西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次再见